我在外拼死拼活地赚钱,没有什么别的愿望,就是想让家里的妻儿子女过上好日子,可我却没有想到,我的老婆却给我戴了一顶绿帽子,还妄图把我的家产全部转移给那个奸夫,夫妻十多年,就没有一点感情嘛。 我叫陈志冰,今年四十岁,最难得年龄,尚有老,下有小,我是一个承包工地防水的小老板,这活运气好,一年也能攒个二十多万,今天是腊月二十六,我开着车带着工友赶回了家,为了给妻儿子女一个惊喜,我在来的时候并没有给他们说,这一次回家,我的心里既开心又难过。 开心的是,辛苦了一年,总算是能回到家里,见妻儿子女了,难过的是,我爸今年六月份去镇上卖水果,被大货车撞死了,当时疫情,再加上活特别多,我心里一百万个想要回去,但因为这些原因,我没能回去,丧事全部由我老婆和姑姑操办了,丧事结束以后,老婆便把赔偿的一百万转给了我, 我老婆这个人啊,什么都好,就是不喜欢管钱,想起老婆,我的心里好受了一点,今年一年都没有回去陪老婆了,这一次要多在家里待上几天,我提着行李和给孩子买的零食。 走进家里面,可我却没有想到,我刚进去,就和一个高壮的男人撞到了一起,那男人看了我一眼,面上划过一丝慌张,下意识地拢下衣服,对紧跟过来的老婆何林说道,水管修好了,五十块钱微信转我就行了。 那男人说完这句话就走了,何林看到我以后愣了一下,反应过来以后,走到我的面前,不满地说道,老公,你回来怎么不给我和孩子说一声,吓死人家了。 老公,人家,我和何林结婚二十多年,他性格害羞保守,从来不会撒娇。 不会喊我老公,而且我发现,一年不见,何林的皮肤比以前白了两三层,打扮得也比以前漂亮,性感了很多,他本就瘦高个,前凸后翘,上身穿着修身的黑色蕾丝针织长裙,下面穿的肉色丝袜,和勾人魂的小妖精一般,结婚这么多年,老婆从来没有穿过丝袜这种东西,何林看我表情不对劲。 主动上前接过我的行李,笑盈盈地说道,别傻站着了,辛苦一年了,我去给你做饭。 我点了点头,问何林孩子怎么不在家,何林说孩子好不容易放几天假,都去外婆家玩去了,不一会儿,何林就煮了一碗速冻饺子给我,我吃完以后,何林把碗送走,我因为一年没有见何林, 看着何林这个样子,心里也是思念的紧,何林在厨房洗碗,我走到何林的后面,圈住了何林的腰,何林在洗碗的时候,感觉到我抱住了她的腰,她动作顿了一下,娇笑着,老公别急嘛。 她说这话得时候,我无意间扫到了何林洗碗的手上,这一年,不见老婆的皮肤不但白了,就连手都细腻了。 何林刷过碗,转身就搂住了我的脖子,红唇在我嘴上亲了一口,娇声说道,老公,一年不见,人家想死你了。 老公,性感的丝袜,一年没有过的我,也有些受不了了,一切结束以后,我搂住何林的腰,眼睛下意识地跟着望过去,这一眼让我不敢相信的瞪大眼睛,我记忆中的妻子脚踝,哪里有一处极为明显的烫伤,这是我们刚结婚。 我在家里焊东西,不小心烫到了她,当时尽管紧急送往了医院,还是留下了疤痕。 记得上一年我回来的时候,这疤痕还在的,怎么一年不见何林脚踝上的疤痕不见了呢?何林似乎看出来了,我的不解,好奇地问道,老公,怎么了? 何林立,我记得你又脚踝哪里有一处烫伤,上一年过年我回来的时候,还极为明显,今年怎么什么都没有了,何林听到我这样问,眼底划过一丝慌乱,但很快恢复如常,笑着说道,这有什么,我平常没事就会用芦荟胶摸摸,自然就去掉了,那林立你还记得是怎么留下疤痕的吗? 不是,不是不小心被烫伤的吗? 哎呀,你别问了,一个小小的疤痕,你怎么一个劲地拷问我,一年不见,你就不想我吗? 说着何林再一次大胆火热地勾住了我的脖子,红唇附在我的耳畔,吐了一口香气,一年不见,何林火热主动地像是勾人的小妖精,我再一次被何林撩拨起来,心中的那些疑问也被情欲取代, 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,开了一天车的我,在迷迷糊糊中听到了何林在打电话,他回来了,以后不要再来了,谁不要再来了? 想到这里我猛然想起来昨天碰到的那个男人,但因为太累了,我也没有去追问何林。 直到第二天,我被孩子的哭声吵醒,睁开眼睛,就看到儿子和女儿在大声哭闹,妈妈,我和弟弟错了,你就原谅我们吧,我们没有不听话,谁让你们两个从外婆家回来的,我不想看到你们两个赶快给我滚回去。 说着何林就要动手打女儿的脸,女儿今年上初一,一直和何林关系很好,两个孩子长这么大,从来没有对孩子动过手,今天这是怎么了,我抓住了何林的手,沉声问道,媳妇,别急呀,孩子做错什么了,你要对他们两个动手。 何林还没有来得及说话,女儿就扑倒了我的怀里,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爸爸你可回来了,我和弟弟想死你了,自从爷爷死了以后,妈妈就变了,经常不分青红皂白,就对我和弟弟动手,你给我闭嘴,我当妈的教训你两句,你还有理了是吧? 听到妻子的话,我心里有些怀疑,一年不见,何林身上的变化太多了,如果只是化化妆,爱打扮了,这我也可以理解,但是她性格也变了,甚至连脚踝的疤痕都没有了,这很难不让我怀疑。 眼前的人到底是不是我的老婆,我的老婆变了,还是换了一个人,我想起来进村的时候,村里婶子说的话,他们说我爸死了以后,我媳妇就变了,不仅动手打骂孩子,还夜不归宿,领着陌生男人进我们的家门,难道是妻子出轨了? 何林见女儿敢反驳她,还要对女儿动手,女儿吓得躲在我的身后,我大声说道,够了,大过年的闹成这样,也不怕人笑话。 何林见我发火,狠狠地弯了一眼女儿,不再说话了,我对女儿说道,闺女,你先去自己的房间写作业,我和你妈有话要说。 女儿怯怯地看了我一眼,然后拉住儿子的手上的楼,孩子上楼以后,我拉过何林,沉声说道,林林,你怎么了这是?一年不见,脾气变了不少。 何林的眼底划过一丝慌乱,但很快就恢复如常,淡定地说道, 陈志冰,我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两个孩子生下来,难道我连管的资格都没有了吗? 林林,我没有这个意思,我的意思是,孩子到底犯了什么错,如果孩子犯了错,你怎么教育他,我都不会说什么。 如果孩子没有犯错,你对他动手,这不是没事找事吗? 陈志冰,你什么意思?你一年一年的出去不回家,孩子老人都是我在照顾。 辛苦一年,换来你一句,没事找事,这日子别过了,走,离婚。 何林说着,就要去卧室拿结婚证和户口本,我被何林的举动吓坏了,把何林强制地抱在怀里,赶忙认错,老婆我错了。 我错了,是我没事找事,你别生气了。 我认错依旧没有换来何林的原谅,她在我的怀里哭闹,诉说和我在一起多么不容易,这一年多么辛苦,我一直道歉,就这样过了半个小时,她的情绪才好了起来。 看着何林疯狂的模样,我相信了婶子和我说的话了,何林或许真的有些不对劲了。 我试探地问道,是不是女儿今年刚生初中,学习跟不上,你才会控制不住地对她动手? 不是,她和她班上的一个男生走得太近了,你也知道,刚上初中的小孩容易犯错,我担心这些,所以才会给她一个教训。 如果这些你也觉得我管得多的话,那我就不管了。 对不起,老婆是我误会你了,我出去不在家,孩子还是得你管,这是今年赚的十万块钱,你给自己和孩子买些衣服,然后花剩下来的存起来吧。 何林看到银行卡以后,表情是掩饰不住的喜悦,把银行卡收起来,故作矜持地说道, 算你有良心,我心情不好,正好出去逛逛,你和孩子随便吃点吧。 丢下这句话,何林就去化妆换衣服了,我心里有些不舒服,但没有多说,拿着买的零食去了女儿的房间, 女儿和儿子正在写作业,我进去的时候,两个孩子看到我,又忍不住掉泪,我刚想问一下,女儿是不是和班里的一个男孩走得近了,何林突然走了进来,她头发烫成了性感的大波浪,画着精致的浓妆。 上身穿着白色的皮草,下面穿着短裙和黑丝袜,我被何林的打扮震惊到了,在我印象中,何林一直打扮都很休闲风,以舒服为主,出门也很少化妆,怎么我爸死了以后,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 何林看了女儿一眼,对我说道,我出去完了,孩子就辛苦交给你几天了。 说完这句话,何林就走了,她走了以后,我对女儿一脸严肃地说道,闺女,你实话告诉爸爸,你生初中以后是不是有谈恋爱的心思了? 女儿瞪大眼睛,委屈地掉泪,哽咽地说道,我没有。 可你妈告诉我,你和一个男生走得特别近,他才会对你动手的。 爸,我妈她说谎,明明是她自己,在爷爷死了以后。 像是变了一个人,经常夜不归宿,回来就会带一个男人,如果我和弟弟多嘴,他就会对我们两个动手,听了女儿的话,我握紧拳头,和林的反应实在是太反常了。 联想到昨天我刚进家门,撞到的那个男人,我心里狠狠一跳,迫不及待地问道,那个男人是不是高高壮壮地染着黄毛? 是,就是她。 我待至在原地,和我结婚十多年,相濡以沫的妻子,出轨了,但没有亲眼看到,我是不会相信的。 我对女儿说道,你好好学习,桌子上有二百块钱,你和弟弟如果饿了,去外面吃肯德基。 女儿听话地点了点头,看着女儿乖巧的模样,我的心里一时之间陷入了抉择,到底是老婆真的出轨了? 背叛了我们的婚姻,还是女儿和老婆发生了矛盾,无限老婆呢?不管是因为什么,我必须要搞清楚,希望和林只是因为我爸的死,心里不适应,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。 我开着车,在县城的街道来回的转,都没有看到老婆的踪影,直到手机传来银行发来的信息提示音,您尾号8887的银行账户,今日支出一万元,账户余额还有九万元,我促紧眉头。 何林买了什么东西,花了一万元,在我的记忆中,何林一直都很节俭,买什么东西都会考虑性价比,难道何林出了什么事情? 我赶忙去给银行客服打电话,问银行的客服,这笔钱做了什么消费?银行客服告诉我,这笔钱消费在了男性奢侈品店,我顿时愣住了,想也不想,就给何林打过去了电话。 何林那边很快就接通了,语气不耐地说道,喂,怎么了?没事,就是想问问你在哪?我在商场和闺蜜逛街,先不和你聊了。 何林那边有些嘈杂,但我还是听到了他的身边有一个男人在说话,我心里有了笃定,相守十多年的妻子,应该真的背叛了我们的婚姻。 我开着车,直送县城唯一一家男性奢侈品店,不知道是不是我来得巧,还是老天都在帮助我,我刚进去,就和正在出来的何林,还有那天从我家跑出来,找借口说修水管的高状黄毛男人碰到了一起。 我克制着心中翻涌的怒火,指着那男人对何林说道,他是谁? 何林的眸底划过一丝慌乱,解释道,他,他是我的朋友,你难道就没有女性朋友吗? 至于像是桌奸一样嘛,兴许是有了理由,何林也不紧张害怕了,那男人也是如此,递给了我一根烟,对我说道, 兵哥,你真的误会了,我和何林只是朋友,来兵哥抽根烟。 我真的很想把这个男人碎尸万段,他这是在侮辱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,但我忍住了,我冷笑着对何林说道, 普通朋友,你会带着他来奢侈品店,给他买一万块钱的奢侈品。 我一边说,一边把目光移到那个男人的手上,只见这个男人的手上,提着一个精致的礼品带。 想必就是那一万块钱买的奢侈品,何林瞪了那男人一眼,急忙地说道, 老公,你听我解释。 我克制着怒火,怒声说道,好啊,我倒要看看你如何给我解释。 何林闪了闪睫毛,轻声说道,这是花你的钱买得不假,但这是葛鹏借我们的, 他谈了一个女朋友,想要装装面子,才会找上我来。 你这一年一年的不在家,家里有什么事,都是他在帮助我,他找上我,我准不能拒绝吧。 尽管何林说得头头是道,把他和这个叫葛鹏的关系里的清清楚楚。 可我心里依旧有咯咯咯咯,就算这个男人在我不在家,对何林帮助很多, 可何林也不能拿着我这一年赚的辛苦钱去给他买奢侈品。 如果何林只是把钱借给这个男人,我还不至于那么生气, 让我生气的是,何林和这个男人一起逛街买东西, 我冷着脸,把何林拉到了车上,对何林说道, 林立,这一年不见,你变化挺大的, 我记得你以前从来不会对孩子发火,也不会化妆打扮, 更不会和这样吊锒铛的人接触,是不是我爸死了? 我妈身体不好,我长年不在家, 你一个人适应不了,才会变成这样,如果是的话。 虽然何林和那个男人的关系,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, 可想到妻子这么多年,对我和孩子的付出, 我选择稀释宁人,好好的和他谈一谈, 看一下是不是像我们村里人说的那样, 何林因为我爸的死,一个人顶着家里的压力, 适应不了,出现了这种举动, 可我却没有想到我的一番理解他, 换来的却是他拿着包就往我的身上砸, 一边砸着一边大声哭喊道, 你可真是没有良心, 怎么,我为你生儿育女, 伺候你那瘫痪的妈这么多年, 孩子长大了, 我化个妆,打扮一下, 交个朋友怎么了? 陈志冰,你要这样说我? 我们两个也没有过下去的必要了, 离婚吧,车子房子孩子我都不要, 你爸的赔偿金,和家里的存款我欺你三, 你也不要觉得给我的多, 我这些年给别人家当保姆, 也不止这些钱了, 我惊愕地看着何林, 我在外工作一年, 临近年关回家, 就是想和妻儿子女过个快乐幸福的团圆年, 可我没有想到,我才回来短短两天, 何林就给我闹了两次离婚,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 何林到底是出轨了, 贬心了,不想和我过了, 还是因为我爸的死, 家里的事情都压在了他的身上, 他受不了崩溃了, 我逼着自己恢复正常, 等我反应过来以后, 何林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车了, 他下车以后, 就和那个叫葛鹏的男人并排离开了, 我想要追上去, 这个时候, 我妈的电话打了过来, 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瘫痪了, 这些年, 一直都是何林和我爸在照顾着, 前段时间, 我妈去我姑姑家住了一段时间, 说是何林一个人太劳累了, 我也没有多想, 现在想想, 我还是真是不孝, 何林变成这番模样, 我妈肯定感觉出来了, 我强忍着心中的烦闷, 接通电话, 喂, 我, 哎, 冰子呀, 我听村里的人说, 你昨天回家了, 是啊妈, 您是在大姑家吗? 我这就去接你, 算了吧冰子, 林林不喜欢我在家里, 我还是在你姑这里吧, 那怎么行, 大过年的你在姑姑家算什么, 我马上去接你, 说完这句话, 我便去超市买了一些礼品, 去往大姑家里, 到了大姑家里, 我妈正在和我大姑谈论我老婆, 看到我来了以后, 他们两个就像是商量好了一般, 立马就闭嘴了, 我对大姑和我妈说道, 大姑, 妈, 你们不用瞒着了, 我什么都知道了, 我妈长叹一口气, 安生叹气地说道, 林林是个好孩子, 这些年嫁到我们家里, 从来都没有和我还有你爸发生过矛盾, 但奇怪的是, 从你爸走了一个月以后, 他就变了, 动不动地发火, 打骂孩子, 我去阻止, 被他撵了出去, 我听妞妞说, 他还经常夜不归宿, 领着男人回我们家, 一开始我不相信, 后来村里好几个人都看见了, 听了我妈的话, 我心如死灰, 我回家那天, 和他出轨的那个男人碰到了一起, 我问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, 他二话不说, 就要和我离婚, 还说孩子, 车子, 房子都不要, 只要家里的存款, 和我爸的赔偿金, 我们三七分, 这话一落, 我妈和大姑的脸色都变了, 我大姑脸色难看地说道, 林林的品性我们都知道, 她不可能变成这样的, 保不齐是被那个叫葛鹏的男人哄骗的了, 估计是知道, 病子他爹赔了钱, 想骗钱来着, 病子我觉得, 你大姑说得对, 你赶快把林林叫过来, 我们好好地劝劝他, 只要他愿意悔改, 和那个男人断绝关系, 我们就原谅他, 我点了点头, 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, 我给和林打过去了电话, 还没有开口讲话, 和林就没有好气地说道, 想好什么时候离婚了吗? 我气得血压上升, 如果不是和林在这些年, 对我和这个家庭的付出, 我早就翻脸了, 但他现在也身不由己, 一个人若是想要骗人, 根本抵挡不住, 那个叫葛鹏的男人, 一看就不简单, 不知道给和林使出了什么招数, 把和林一个老实本分的女人, 骗成现在这个样子, 我吐了一口气, 对和林说道, 媳妇, 我知道你和葛鹏关系匪浅, 但那个葛鹏对你好, 和你在一起, 肯定在吐我们家的钱, 你和他断干净, 我就当做这事情, 都没有发生过。 说实话, 如果十年前的我, 自己的女人出轨了, 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了, 我是容忍不了的, 可现在毕竟不小了, 孩子也大了, 离婚对谁都没有好处, 尤其是对孩子, 我就算不为自己, 也得为了孩子考虑, 我说完以后, 期待和林能有点反应, 毕竟我为了挽回他, 放弃了一个男人的尊严, 和林听到我这样说以后, 哽咽地说道, 老公, 我错了, 我对不起你, 你能原谅我就好, 我现在在家里做了一大桌子菜, 等你回来, 我和我妈听到和林说的什么, 都露出来轻松的笑容, 我对我妈说道, 妈, 和林想通了, 知道错了, 你也跟着回去吧, 我妈摇了摇头说道, 你先回去, 等真敌确定和林愿意和那个男人断, 和你好好过日子, 我再回去, 我在你大姑家挺好的, 我只好点头答应, 先回了家里, 果然和和林说的一样, 家里做了一大桌子菜, 两个孩子坐在餐桌旁边, 巧手以盼地看着桌子上的饭菜, 和林像是回到了以前那样, 温柔地给儿子和女儿说道, 等爸爸回来了, 我们一起吃, 女儿和儿子乖巧地点了点头, 我只感觉心里一暖, 对和林说道, 媳妇以前的事情, 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, 我们以后一家四口好好的过日子, 我会努力赚钱, 让你和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, 和林温柔地对我说道, 谢谢你理解我, 在爸死了以后, 我压力太大了, 他刚好出现, 帮了我很多, 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生, 以后我也会和他断绝往来的, 说完这话和林就拉着我的手, 把我按在桌位上, 对儿子和女儿说道, 你爸回来了, 你们两个小馋猫赶快吃吧, 温柔的语气, 和蔼的笑意, 好似回到了从前, 两个孩子点头, 拿起筷子, 大口小口地吃了起来, 和林站起来倒了两杯红酒, 对我哽咽地说道, 冰子, 谢谢你愿意给我重新改过的机会, 喝下这杯酒, 我们以前的事情不再提, 过好以后的生活, 好, 以前的事情不提, 重要的是以后, 说着, 我便端起那杯红酒, 和和林碰了一下, 然后一饮而尽, 我和和林夫妻十多年, 夫妻关系一向和睦, 虽然他说他和葛鹏什么都没有, 我心里不太相信, 但为了孩子, 我还是选择了原谅, 毕竟, 我爸死了, 家里的事情都落在了我老婆的身上, 这个时候, 有个男人出现, 帮助他, 温暖他, 换作我是和林, 也会忍不住动心, 喝完酒以后, 我还想要说什么, 和林却站了起来, 给两个孩子, 一个人加了一个鸡腿, 我心里的大事落地, 和林果然还是对我和孩子有感情的, 不对, 我怎么感觉, 眼前一阵模糊的幻影, 两个孩子也趴在了饭桌上, 我迷迷糊糊间, 好似听到了和林和葛鹏的对话声, 和林指着我说道, 本来还想要和平地和他离婚, 把他爸那笔赔偿金和他这些年, 攒下来的那二百多万, 三七分以下, 没有想到, 他竟然不肯, 还想要好好的和我过日子, 葛鹏狠声说道, 我等不及了, 既然他不肯离婚, 就把那些钱现在转到我们的卡上, 然后一把火烧了这里, 行, 我去找他的手机, 不一会儿, 和林就把我的手机拿了过来, 拉着我的手, 把指纹解开, 然后把我分别存在两个银行卡的钱, 全部用指纹转款转到了葛鹏的账户, 大功告成以后, 和林的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, 见我睁开眼睛以后, 只是慌了一秒, 就不在意了, 既然你醒了, 就让你死明白一点, 我咬着舌头, 嘴里都是血腥味, 心中尽是对和林的失望和愤怒, 和林, 你为了这个男人, 为了这二百万, 竟然不惜杀掉我和两个孩子, 算我看错你了, 看错就看错呗, 反正钱我们到手了, 拿着这二百万, 我们两个完全可以过想要的生活, 我多愚蠢, 才会愿意帮你伺候两个孩子不说, 还要伺候你那瘫痪的娘, 你, 和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, 这个男人到底对你做了什么? 和林冷漠绝情的模样, 彻底伤透了我的心, 夫妻十多年的感情, 原来抵不过别人半年的花言巧语, 甚至这个男人对他的爱, 不过是为了那两百万, 可笑, 真可笑, 我痛苦地对这和林吼道, 你以为你和这个男人把我杀掉, 你们就能得以逃脱吗? 警方很快就会怀疑到你的头上, 和林的眼底划过一丝慌乱, 看向了一旁的葛鹏, 我看出来了和林的慌乱, 想着可以从这里找突破口, 刚想再去添油加醋, 葛鹏却直接狠狠地踹了我一脚, 我整个人连椅子一脚被葛鹏踹翻了。 葛鹏满不在意地说道, 害怕什么? 我会把现场的痕迹抹得干干净净, 等警察那边发现以后, 也晚了, 我们已经出国了, 你们出国, 只会让警方更加怀疑你们, 只要你们两个愿意放过我和孩子, 今天这事, 和那两百万, 我全都不在意, 怎么样? 和林的眼底划过一丝犹豫, 小声对葛鹏说道, 我们要不, 和林的话还没有说完, 葛鹏直接一个狠立的耳光, 将和林打倒在地, 他指着和林的鼻子说道, 不管这个男人说什么, 我们都要按照原计划走, 你把现场的痕迹给我收拾了, 我去把煤气放开。 说着, 葛鹏就拿起一把刀子指着我的鼻子说道, 少给我耍花样, 钱我要, 你的命我也要。 我假装下破胆地点了点头, 心里却着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, 和林和这个葛鹏都是狠角色, 我必须得想办法, 不为自己, 也得为了孩子。 就在这个时候, 我的电话响了起来, 和林和葛鹏两个人全部都被吓了一跳, 葛鹏对和林说道, 你去看一下是谁给他打的电话。 和林拿过我的手机一看, 脸色紧张起来, 对葛鹏说道, 是和他一起做防水的工人。 姐, 看一下他想做什么。 和林看了我一眼, 葛鹏立马会议, 大步走到我的面前。 用刀子指着我的嘴说道, 等会你如果敢说一句话, 老子一刀捅死你。 我心里恨得要死, 却没有一点办法, 希望给我打电话的工友, 能看出来我的不对劲, 来报警救我, 和林看我这边没事了, 接通了电话, 喂, 谁啊? 冰, 原来是嫂子啊, 我是小胖, 冰哥呢? 你冰哥喝醉酒了, 睡过去了, 这么晚了, 你找他有事吗? 嘿嘿, 也没有多大的事, 就是想我们几个一起干活的句句, 我们几个合伙商量了一下, 准备在冰哥家, 嫂子你看行不行? 和林咬了咬牙说道, 要不还是去饭店吧, 我这两天身体不舒服, 你们来了, 我也不能给你们做饭。 那边的小胖沉默了一分钟以后, 笑着说道, 这样啊, 也行, 等冰哥醒了以后, 嫂子你让冰哥给我回个电话, 行, 挂断了电话, 我眼里都是失望, 小胖这个人一向神经大条, 肯定没有发现我的不对劲, 看来今天我和孩子真的难逃和林, 和这个肩夫的魔抓了吗? 和林看了葛鹏一眼, 烦闷地说道, 本来今天能把这家伙解决掉的, 没有想到在紧要关头出了这么一个乱子, 小胖明天没有接到电话, 万一来这里看, 看到他们的尸体去报警, 我们能不能脱身。 葛鹏也是一脸烦闷, 他想了很久以后, 咬着牙狠声说道, 把他和这两个孩子扔到卧室的床上, 然后把煤气打开, 点着火, 我们就走。 这话一落, 葛鹏就把两个孩子滴溜起来, 扔到了卧室的床上, 紧接着就是我, 葛鹏拿着刀, 让和林给我解绳子, 你给我老实点, 别耍花招, 否则老子现在就能送你上西天。 我假装顺从地点了点头, 在和林把我身上绳子解开的那一瞬间, 我猛地站了起来, 一把将和林控制在手里, 抓住一旁的红酒瓶, 指着葛鹏怒声说道, 现在放我和孩子离开, 不然我就把他杀了。 葛鹏看了我一眼, 狂笑道, 哈哈哈哈, 钱都在我的手上了, 你以为我会在意他的命吗? 被我掐住脖子的和林, 听到葛鹏这话不敢相信的瞪大眼睛崩溃地哭喊道, 葛鹏, 我和你在一起二十多年,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? 果然男人有钱就变心, 哈哈哈哈, 想必你还不知道吧, 在刚刚转钱的时候, 我就把密码改了, 什么, 和林说他和葛鹏在一起二十多年, 这不可能啊。 如果他和葛鹏在一起二十多年, 我们结婚十多年, 他怎么一直都没有和葛鹏联系过, 正当我想不明白的时候, 葛鹏疯得似的拿着刀朝着和林捅了过去, 一边捅一边破口大骂道, 行啊, 河南你这个贱人敢给我玩心严则了, 既然如此, 我把你们都杀了, 这钱我花不上, 你也别想花上, 我来不及反映葛鹏这话是什么意思, 和林的身上已经被葛鹏捅了几个血洞, 眼前尽是红色的血迹, 我整个人呆滞住了, 葛鹏像是杀疯了一般, 在和林不动弹以后, 拿着刀就要对六我捅过来, 千军一发之际, 门外振战人心的警报声传了过来, 紧接着, 是一群穿着警服, 拿着手枪的警察, 包围了我和葛鹏, 历声说道, 不许动, 刚刚还很嚣张跋扈的葛鹏, 在看到警察出现以后, 整个人都慌了, 直接把刀子扔了, 抱头蹲在了地上,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, 心里悬着的大石总算落地, 我转头, 正想要感谢警察的时候, 竟然看到了一个与何林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, 朝着我的方向跑了过来, 我愣在了原地, 何林不是被葛鹏杀了吗? 这个和何林一模一样的人是谁? 他在我的面前晃了晃手哽咽地说道, 冰子你傻了吗? 我是何林啊, 你, 你是何林, 那他是谁? 我一边说, 一边打量面前的何林, 他和我印象中的何林, 是一模一样的, 穿着舒适的运动装, 没有化妆, 皮肤略黑, 但眉眼温柔, 他是我的双胞胎姐姐河南, 他十六岁的时候跟着葛鹏跑了, 你没有见过他, 在咱爸死了一个月之后, 他突然回了家, 听说咱爸和家里的存款有很多以后, 就和葛鹏起了歪心思, 想要代替我, 把那二百万骗走, 对不起, 冰子都是我嘴巴大, 和他说了这些, 你和孩子受苦了。 听了何林的话, 我瞬间恍然大悟, 怪不得这半年来, 何林变了很多, 原来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何林, 想来也对夫妻相处这么多年, 什么样的性格早已经知晓得清楚, 又怎么会变化那么大呢? 我抱住了何林, 关心地问道, 那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? 他们有没有伤害你? 见我这样问, 何林又是一阵哽咽, 他们把我关在地下室里, 逼着我说出家里银行卡的密码, 我和你相处的细节, 还想要逼迫我, 找借口把那些钱让你转过来。 我说这样, 你会起疑心, 他们才打消了这个念头, 说着何林把胳膊上的衣服抽了上去, 看到何林身上的疤痕, 我气得不行, 警察把葛鹏带上了警车, 把重伤昏迷的河南送去医院以后, 对我沉声说道, 你们放心, 他们两个一定会受到惩罚的, 警方这边也会给你们交代的。 一个星期以后, 警察那边把结果告诉了我们, 河南和葛鹏都要蹲大牢, 并把那二百万返还给了我们, 我在外拼死拼活地赚钱, 没有什么别的愿望, 就是想让家里的妻儿子女过上好日子。 可我却没有想到, 我的老婆却给我戴了一顶绿帽子, 还妄图把我的家产全部转移给那个肩夫, 夫妻十多年, 就没有一点感情嘛。 我叫陈志冰, 今年四十岁, 最难得年龄, 上有老, 下有小, 我是一个承包工地防水的小老板, 这活运气好, 一年也能攒个二十多万, 今天是腊月二十六, 我开着车带着工友赶回了家, 为了给妻儿子女一个惊喜, 我在来的时候并没有给他们说, 这一次回家, 我的心里既开心又难过, 开心的是辛苦了一年, 总算是能回到家里见妻儿子女了。 难过的是, 我爸今年六月份去镇上卖水果, 被大货车撞死了, 当时疫情, 再加上活特别多, 我心里一百万个想要回去, 但因为这些原因, 我没能回去, 丧事全部由我老婆和姑姑操办了, 丧事结束以后, 老婆便把赔偿的一百万赚给了我, 我老婆这个人啊, 什么都好, 就是不喜欢管钱, 想起老婆, 我的心里好受了一点, 今年一年都没有回去陪老婆了, 这一次要多在家里待上几天, 我提着行李和给孩子买的零食, 走进家里面, 可我却没有想到, 我刚进去, 就和一个高壮的男人撞到了一起, 那男人看了我一眼, 面上划过一丝慌张, 下意识地拢下衣服, 对紧跟过来的老婆何林说道, 水管修好了, 五十块钱微信转我就行了, 那男人说完这句话就走了, 何林看到我以后愣了一下, 反应过来以后, 走到我的面前不满地说道, 老公, 你回来怎么不给我和孩子说一声, 吓死人家了, 老公, 人家, 我和何林结婚二十多年, 他性格害羞保守, 从来不会撒娇, 不会喊我老公, 而且我发现, 一年不见, 何林的皮肤比以前白了两三层, 打扮得也比以前漂亮, 性感了很多, 他本就瘦高个, 前凸后翘, 上身穿着修身的黑色蕾丝针织长裙, 下面穿的肉色丝袜, 和勾人魂的小妖精一般, 结婚这么多年, 老婆从来没有穿过丝袜这种东西, 何林看我表情不对劲, 主动上前接过我的行李, 笑盈盈地说道, 别傻站着了, 辛苦一年了, 我去给你做饭, 我点了点头, 问何林孩子怎么不在家, 何林说, 孩子好不容易放几天假, 都去外婆家玩去了, 不一会儿, 何林就煮了一碗速冻饺子给我, 我吃完以后, 何林把碗送走, 我因为一年没有见何林, 看着何林这个样子, 心里也是思念的紧, 何林在厨房洗碗, 我走到何林的后面, 圈住了何林的腰, 何林在洗碗的时候, 感觉到我抱住了她的腰, 她动作顿了一下, 娇笑着, 老公别急嘛, 她说这话的时候, 我无意间扫到了何林洗碗的手上, 这一年, 不见老婆的皮肤不但白了, 就连手都细腻了, 何林刷过碗, 转身就搂住了我的脖子, 红唇在我嘴上亲了一口, 娇声说道, 老公, 一年不见, 人家想死你了, 说着, 她就要截我的扣子, 看着她白皙的皮肤, 娇艳的红唇, 性感的丝袜, 一年没有过的我, 也有些受不了了, 一切结束以后, 我搂住何林的腰, 眼睛下意识地跟着望过去, 这一眼让我不敢相信的瞪大眼睛, 我记忆中的妻子脚踝, 哪里有一处极为明显的烫伤, 这是我们刚结婚, 我在家里焊东西, 不小心烫到了她, 当时尽管紧急送往了医院, 还是留下了疤痕, 记得上一年我回来的时候, 这疤痕还在的, 怎么一年不见何林脚踝上的疤痕不见了呢, 何林似乎看出来了, 我的不解, 好奇地问道, 老公, 怎么了? 林林, 我记得你又脚踝哪里有一处烫伤, 上一年过年我回来的时候, 还极为明显, 今年怎么什么都没有了, 何林听到我这样问, 眼底划过一丝慌乱, 但很快恢复如常, 笑着说道, 这有什么, 我平常没事就会用芦荟胶摸摸, 自然就去掉了, 那林林你还记得, 是怎么留下疤痕的吗? 不是, 不是不小心被烫伤的吗? 哎呀, 你别问了, 一个小小的疤痕, 你怎么一个劲地拷问我, 一年不见, 你就不想我吗? 说着, 何林再一次大胆火热地勾住了我的脖子, 红唇附在我的耳畔, 吐了一口香气, 一年不见, 何林火热主动地像是勾人的小妖精, 我再一次被何林撩拨起来, 心中的那些疑问也被情欲取代, 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地开了一天车的我, 在迷迷糊糊中听到了何林在打电话, 他回来了, 以后不要再来了。 谁不要再来了? 想到这里我猛然想起来, 昨天碰到的那个男人, 但因为太累了, 我也没有去追问何林, 直到第二天, 我被孩子的哭声吵醒, 睁开眼睛, 就看到儿子和女儿在大声哭闹, 妈妈, 我和弟弟错了, 你就原谅我们吧, 我们没有不听话。 谁让你们两个从外婆家回来的, 我不想看到你们两个赶快给我滚回去, 说着何林就要动手打女儿的脸, 女儿今年上初一, 一直和何林关系很好, 两个孩子长这么大, 从来没有对孩子动过手, 今天这是怎么了? 我抓住了我抓住了何林的手, 沉声问道, 媳妇, 别急呀, 孩子做错什么了, 你要对他们两个动手。 何林还没有来得及说话, 女儿就扑倒了我的怀里,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 爸爸你可回来了, 我和弟弟想死你了, 自从爷爷死了以后, 妈妈就变了, 经常不分青红皂白, 就对我和弟弟动手。 你给我闭嘴, 我当妈的教训你两句, 你还有理了是吧? 听到妻子的话, 我心里有些怀疑, 一年不见, 何林身上的变化太多了, 如果只是化化妆, 爱打扮了, 这我也可以理解, 但是她性格也变了, 甚至连脚踝的疤痕都没有了, 这很难不让我怀疑, 眼前的人到底是不是我的老婆, 我的老婆变了, 还是换了一个人, 我想起来进村的时候, 村里婶子说的话, 他们说我爸死了以后, 我媳妇就变了, 不仅动手打骂孩子, 还夜不归宿, 领着陌生男人进我们的家门。 难道是妻子出轨了, 何林见女儿敢反驳她, 还要对女儿动手, 女儿吓得躲在我的身后, 我大声说道, 够了, 大过年的闹成这样, 也不怕人笑话。 何林见我发火, 狠狠地弯了一眼女儿, 不再说话了, 我对女儿说道, 闺女, 你先去自己的房间写作业, 我和你妈有话要说, 女儿窃窃地看了我一眼, 然后拉住儿子的手上了楼, 孩子上楼以后, 我拉过何林, 沉声说道, 林林, 你怎么了这是? 一年不见, 脾气变了不少, 和林的眼底划过一丝慌乱, 但很快就恢复如常, 淡定地说道, 陈志冰, 我费尽千辛万苦, 把这两个孩子生下来, 难道我连管的资格都没有了吗? 林林我没有这个意思, 我的意思是孩子到底犯了什么错, 如果孩子犯了错, 你怎么教育他, 我都不会说什么, 如果孩子没有犯错, 你对他动手,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? 陈志冰你什么意思? 你一年一年的出去不回家, 孩子老人都是我在照顾, 辛苦一年, 换来你一句没事找事, 这日子别过了, 走, 离婚。 和林说着, 就要去卧室拿结婚证和户口本, 我被和林的举动吓坏了, 把和林强制地抱在怀里, 赶忙认错, 老婆我错了, 我错了, 是我没事找事, 你别生气了。 我认错依旧没有换来和林的原谅, 她在我的怀里哭闹, 诉说和我在一起多么不容易, 这一年多么辛苦, 我一直道歉, 就这样过了半个小时, 她的情绪才好了起来, 看着和林疯狂的模样, 我相信了婶子和我说的话了, 和林或许真的有些不对劲了, 我试探地问道, 是不是女儿今年刚生初中, 学习跟不上, 你才会控制不住地对她动手? 不是, 她和她班上的一个男生走得太近了, 你也知道, 刚上初中的小孩容易犯错, 我担心这些, 所以才会给她一个教训, 如果这些你也觉得我管得多的话, 那我就不管了。 对不起, 老婆是我误会你了, 我出去不在家, 孩子还是得你管, 这是今年赚的十万块钱, 你给自己和孩子买些衣服, 然后花剩下来地存起来吧。 和林看到银行卡以后, 表情是掩饰不住的喜悦, 把银行卡收起来, 故作矜持地说道, 算你有良心, 我心情不好, 正好出去逛逛, 你和孩子随便吃点吧。 丢下这句话, 和林就去化妆换衣服了, 我心里有些不舒服, 但没有多说, 拿着买的零食, 去了女儿的房间, 女儿和儿子正在写作业, 我进去的时候, 两个孩子看到我, 又忍不住掉泪, 我刚想问一下, 女儿是不是和班里的一个男孩走得近了, 和林突然走了进来, 她头发烫成了性感的大波浪, 画着精致的浓妆, 上身穿着白色的皮草, 下面穿着短裙和黑丝袜, 我被和林的打扮震惊到了, 在我印象中, 和林一直打扮都很休闲风, 以舒服为主, 出门也很少化妆, 怎么我爸死了以后, 她就变成这个样子了, 和林看了女儿一眼, 对我说道, 我出去玩了, 孩子就辛苦交给你几天了, 说完这句话, 和林就走了, 她走了以后, 我对女儿一脸严肃地说道, 闺女, 你实话告诉爸爸, 你生初中以后, 是不是有谈恋爱的心思了? 女儿瞪大眼睛, 委屈地掉泪, 哽咽地说道, 我没有, 可你妈告诉我, 你和一个男生走得特别近, 她才会对你动手的, 爸, 我妈她说谎, 明明是她自己, 在爷爷死了以后, 像是变了一个人, 经常也不归宿, 回来就会带一个男人, 如果我和弟弟多嘴, 他就会对我们两个动手, 听了女儿的话, 我握紧拳头, 和林的反应实在是太反常了, 联想到昨天我刚进家门撞到的那个男人, 我心里狠狠一跳, 迫不及待地问道, 那个男人是不是高高撞撞地染着黄毛, 是, 就是她, 我待至在原地, 和我结婚十多年, 相濡以沫的妻子, 出轨了, 但没有亲眼看到, 我是不会相信的, 我对女儿说道, 你好好学习, 桌子上有二百块钱, 你和弟弟如果饿了, 去外面吃肯德基, 女儿听话地点了点头, 看着女儿乖巧的模样, 我的心里一时之间陷入了抉择, 到底是老婆真的出轨了, 背叛了我们的婚姻, 还是女儿和老婆发生了矛盾, 诬陷老婆呢, 不管是因为什么, 我必须要搞清楚, 希望和林只是因为我爸的死, 心里不适应, 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, 我开着车, 在县城的街道来回的转, 都没有看到老婆的踪影, 直到手机传来银行发来的信息提示音, 年尾号8887的银行账户, 近日支出一万元, 账户余额还有九万元, 我促紧眉头, 和林买了什么东西, 花了一万元, 在我的记忆中, 和林一直都很节俭, 买什么东西都会考虑性价比, 难道和林出了什么事情, 我赶忙去给银行客服打电话, 问银行的客服, 这笔钱做了什么消费, 银行客服告诉我, 这笔钱消费在了男性奢侈品店, 我顿时愣住了, 想也不想, 就给和林打过去了电话, 和林那边很快就接通了, 语气不耐地说道, 喂, 怎么了? 没事, 就是想问问你在哪, 我在商场和闺蜜逛街, 先不和你聊了, 和林那边有些嘈杂, 但我还是听到了, 他的身边有一个男人在说话, 我心里有了笃定, 相守十多年的妻子, 应该真的背叛了我们的婚姻, 我开着车, 直冲县城唯一一家男性奢侈品店, 不知道是不是我来得巧, 还是老天都在帮助我, 我刚进去, 就和正在出来的和林, 还有那天从我家跑出来, 找借口说修水管的高状黄毛男人, 碰到了一起, 我克制着心中翻涌的怒火, 指着那男人对和林说道, 他是谁? 和林的谋底划过一丝慌乱, 解释道, 他, 他是我的朋友, 你难道就没有女性朋友吗? 至于像是桌奸一样吗? 兴许是有了理由, 和林也不紧张害怕了, 那男人也是如此, 递给了我一根烟。 对我说道, 兵哥, 你真的误会了, 我和和林只是朋友, 来兵哥抽根烟, 我真的很想把这个男人碎尸万段, 他这是在侮辱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, 但我忍住了, 我冷笑着对和林说道, 普通朋友, 你会带着他来奢侈品店, 给他买一万块钱的奢侈品。 我一边说, 一边把目光移到那个男人的手上, 只见这个男人的手上, 提着一个精致的礼品带, 想必就是那一万块钱买的奢侈品, 和林瞪了那男人一眼, 急忙地说道, 老公, 你听我解释。 我克制着怒火, 怒声说道, 好啊, 我倒要看看你如何给我解释。 和林闪了闪睫毛, 轻声说道, 这是花你的钱买的不假, 但这是葛鹏借我们的, 他谈了一个女朋友, 想要装装面子, 才会找上我来, 你这一年一年的不在家, 家里有什么事, 都是他在帮助我, 他找上我, 我准不能拒绝吧。 尽管和林说的头头是道, 把他和这个叫葛鹏的关系里的清清楚楚, 可我心里依旧有咯咯答答, 就算这个男人在我不在家, 对和林帮助很多。 可和林也不能拿着我这一年赚的辛苦钱, 去给他买奢侈品, 如果和林只是把钱借给这个男人, 我还不至于那么生气, 让我生气的是, 和林和这个男人一起逛街买东西, 我冷着脸, 把和林拉到了车上, 对和林说道, 林林, 这一年不见, 你变化挺大的, 我记得你以前从来不会对孩子发火, 也不会化妆打扮, 更不会和这样吊锒铛的人接触, 是不是我爸死了, 我妈身体不好, 我常年不在家, 你一个人适应不了, 才会变成这样, 如果是的话。 虽然和林和那个男人的关系, 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, 可想到妻子这么多年, 对我和孩子的付出, 我选择稀释宁人, 好好的和他谈一谈, 看一下是不是像我们村里人说的那样, 和林因为我爸的死, 一个人顶着家里的压力, 适应不了, 出现了这种举动, 可我却没有想到, 我的一番理解他, 换来的却是他拿着包, 就往我的身上砸, 一边砸一边大声哭喊道, 你可真是没有良心, 怎么, 我为你生儿育女, 伺候你那瘫痪的妈这么多年, 孩子长大了, 我化个妆, 打扮一下, 交个朋友怎么了? 陈志冰, 你要这样说我, 我们两个也没有过下去的必要了, 离婚吧, 车子房子孩子我都不要, 你爸的赔偿金, 和家里的存款我七你三, 你也不要觉得给我的多, 我这些年给别人家当保姆, 也不止这些钱了, 我惊愕地看着和林, 我在外工作一年, 临近年关回家, 就是想和妻儿子女, 过个快乐幸福的团圆年, 可我没有想到, 我才回来短短两天, 和林就给我闹了两次离婚,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